几次冲向热搜的冰敦敦在他面前顶多算个弟弟 他就是1990年亚运会的吉祥物盼盼 而盼盼的原型就是巴斯 他是世界上最传奇的熊猫 巴斯的一生可以说是十分精彩 他原本只是一只野生大熊猫 1984年 由于巴斯所在栖息地食物短缺 无奈的巴斯只好下山寻找 途中路过一条冰河时不幸掉了进去 好在被过路的农民李星玉解救 巴斯被送到福州后迅速成为了一只明星大熊猫 从而开启了他传奇的一生 可就是他传奇的一生却让人十分心疼 要知道老一辈的熊猫都是需要自己养活自己的 巴斯也不例外 他的运动天赋极高 很容易就学会了晃板 骑车 投篮 举重等技能 因此被派去美国圣地亚哥表演节目 为了看巴斯三分钟需要排队五小时 甚至由美国富婆扬言愿意花七十万 只为看一眼巴斯的庐山真面目 在美国的那半年 公计被750家媒体报道 巴斯的表演盛况也因此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 在此期间圈粉无数 可以说是行走的中国名片 期间荣获了特级熊猫 有一天十等称号 后来他还成为1990年亚运会吉祥物 盼盼的原型 从此家喻户晓 次年登上了央视春晚 在春晚舞台上 巴斯给全国观众表演了自己的杂技 巴斯憨太可居的样子 让台下的观众庞扶大笑 在表演上的有所建树之外 巴斯还为大熊猫科研医学领域上 做出了卓越贡献 1998年 巴斯为异形克隆大熊猫献出体细胞 直到早期胚胎的形成 这推动了中国整个科技的进展 可他忙碌的一生 却让他成为了第一个 患上高血压的大熊猫 1996年 巴斯因为白内障送上手术台 经过十几天的抢救才重建光明 2001年 巴斯因为血管破裂大出血 多次抢救才稳定住病情 接下来的十几年 巴斯因为病痛折磨 几次登上手术台 2017年 37岁的巴斯在福州去世 他也成为现今为止 最长寿的圈养大熊猫 这个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大熊猫 不是靠卖萌获得大家的喜爱 而是用自己的才艺 获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但是如果有来生 希望巴斯能够轻松一点 快乐一点 不用去国外抛头露面 也不用刻意取悦观众 只做个最普通 被宠爱的孩子就好 而对于巴斯的这传奇的一生 我们都需要对他说一声谢谢 在国家动物博物馆门口 摆放着一个熊猫标本 很少有人知道 这只熊猫对中国熊猫意味着什么 它叫梁梁 是世界上第一只 在人工饲养下 能自然配种的熊型大熊猫 提到梁梁 就不得不说一下 它的饲养员王万民 1978年 经过层层选拔 王万民如愿成为了大熊猫饲养员 当时的饲养员 要承受的压力很大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大熊猫属于濒临灭绝的物种 据统计 70年代 熊猫野生数量只有2459只 到1988年 更是锐减到1114只 熊猫配种繁殖 成了最迫在眉睫的问题 如果再不人为干预 大熊猫灭绝只是时间问题 但在当时 人工繁育的存活率也极低 王万民所在的北京动物园 长达三年里 没有一只大熊猫繁育成功 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熊猫梁梁出现了 梁梁是王万民一手带大的 为此 王万民对她就像自己孩子一样 为了更好的照顾梁梁 王万民自学了各种熊猫饲养的知识 经过王万民的实践与学习 最终在食材搭配和喂养时间上 总结出了一套科学方法 而这个方法也一直改进延续至今 梁梁也十分争气 成为了历史上第一只人工饲养下 可以自然配种的熊猫大熊猫 要知道 熊猫在繁殖期的时候 雌性都能按时发情 而熊猫却很少 所以梁梁的出现 无异于推动了整个熊猫种群的发展 梁梁一生共有11个幼崽 她的孩子永明 更是继承了她的优秀基因 共生了16个幼崽 延续之间 梁梁的后代已经遍布全球 正如王万民所说 没有梁梁 就没有现在的大熊猫种群 对不起大家 这是一个工薰的熊猫 希望你们看见她 她在世界大熊猫史上 是工薰熊猫 没有她就没有现在的熊猫种群 在结合熊猫的外交 以及每年给国家带来的巨额收益 就会明白 为什么梁梁被称为工薰熊猫 但再好的相聚也有分离的那一天 2000年情人节那天 工薰熊猫梁梁梁 不幸因病去世 为了保存纪念 梁梁被制成熊猫标本 存放在国家动物博物馆门口 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 22年9月 王万民终于做足了心理准备 去往博物馆看梁梁 可是一到现场 就瞬间泪崩 往事涌上心头 13年的朝夕相伴 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呢 看着眼前一动不动的梁梁 王万民更是气不成声 一个在树上跳disco的熊猫 就是福宝那个不靠谱的爹 乐宝 当时乐宝才只有两岁 还没有去韩国旅居交流 中文名字叫元欣 是当时杜江燕熊猫基地里 最活泼的大熊猫 没事的时候 乐宝就喜欢在地上打滚 还会趴在鞋坡上 用自身重力滑下来 即使没有同伴 元欣也不会觉得无聊 当看到有游客过来的时候 元欣就赶紧表演自己的拿手绝活 朝着鞋坡冲下去 由此引得游客哈哈大笑 之前福宝卡头的视频 被无数网友转载 但其实在这之前 乐宝就被树叉卡过头 父女俩如出一辙的操作 只能说基因实在太强大了吧 元欣从小就喜欢玩杂耍 各种高难度动作 元欣都想要尝试 这不元欣想要给大家表演个倒立 奈何太胖了 一直没成功 但是元欣的柔韧度 确实没话说 轻轻松松就能表演一字马 除此之外 元欣也特别喜欢玩武术 当然只是单纯的喜欢 水平嘛 确实差点意思 经常足球会从他手里飞了 有时也会生气的给足球一把掌 下一秒就还会抱着球不撒手 没一会儿就又把球咬烂 咱就是说 主打的就是阴晴不定 自带搞笑体制的元欣经常会闹笑话 就比如正在扶着木架子 倒落身上的水 下一秒就开个倒栽葱掉水池里 不过这不排除头太重的原因 之后元欣来到韩国 可能是江爷爷照顾的太好了 元欣没有表现出一丁点的私家之情 反而活得十分潇洒 满脑子想着隔壁的女孩华妮 但是看元欣不稳重的样子 也难怪华妮刚开始看不上 但是好女怕蝉狼 在元欣的强势追求下 华妮只好同意和元欣组成家庭 两熊也如愿生下了人见人爱的福宝 现在回过头看看 福宝之所以顽皮捣乱 可能都是遗传了老爹乐宝的基因吧 感谢观看